大家好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家庭燃气的安全使用 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如果有燃气管道经过厨房 建议同时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如果有燃气泄漏或者开关没有用 关炎式的情况 我们的报警器将会发出报警 第二 使用灶具时 每次点火都要确认点火是成功的 避免出现没有火而造成漏气的现象 点火时不要离灶具太远 要注意观察 避免意外熄火而造成燃气泄漏 第三 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 如果发现燃气泄漏 要立即关闭燃气表前面的法门 熄灭所有的火种 马上打开窗通风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在屋里面打电话 开关电源和脱含化纤的衣服 如果还觉得有燃气的气味 要马上到室外的安全地带 拨打燃气维修电话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拨打119 请求消防部门的协助 第四 购买液化气罐前 建议仔细检查气罐 减压阀 橡皮软管 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五 使用液化气的时候 必须要有人照看 防止我们的汤水煮沸溢出 浇灭火焰 而引发火灾的爆炸事故 第六 液化气罐不宜暴晒 不宜靠近火源 明火 周围不宜堆放柴草 杂物等可燃物 第七 如果燃气设备有零件需要更换 建议请专业人士更换 并定期进行检修 不宜私自拆卸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